台经院发布了最新的景气预测 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是3.17% 这也是目前各个研究机构中 最高也是最乐观的数据 全球景气开始复苏 让台湾的经济成长也跟着出现曙光 台经院24号上调了2014年 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为3.17% 是目前各大研究机构中最乐观的看法 也逼近金建会今年设定的3.2%成长目标 不过台经院强调 考虑到近两年的经济成长 屡屡受到不稳定因素影响的情况 这次微幅上调0.06个百分点 只是表现出一个乐观的氛围 这次只有微幅上调0.06个百分点 事实上只是表现一个乐观的气氛 不管是我们的进口资本设备 我们的投资或者是我们的消费 在去年的11 12月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温 那最近你看到 也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形势变好 他们的QE才要退场 所以综合国内国外两大因素 台经院认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饱山有望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 美国的在线问题 2月份即将再起协商 加上QE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场 以及东南亚的局势动荡 都会是台湾GDP今年表现的风险因素 以往我们大家都注意的焦点都放在欧美中 但是今年你要特别注意东南亚 我们这两年其实我们的出口都是靠东南亚在撑 如果东南亚也下去 那其他的市场没有相对上来的话 对我们的出口来说 你要达成政府原来定可能要出口5%的年成长目标 台经院指出 国际间各主要经济体开始稳定复苏 将让台湾的经济表现优于去年 不过台湾必须要加快自由化改革的脚步 以因应国际间区域经济逐渐整合的趋势 经济日报 小伯卿台北报道